在叙利亚,一颗子弹险些击中她的脑袋 她没有后怕 反而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 这个充斥着战火的国家 已经让人们忘了什么是安居乐业的样子 小兰和她的白猫在纸箱里睡着了 突然感到一阵晃动 她惊醒 外面的世界早已变了样子 繁华不在 周围是破烂帐篷堆砌的那民营 一个男人满面愁容坐在地上 画着心中家的样子 昨天这里还没有经历过战火的侵袭 灯火通明的夜晚 烟花一蹴一蹴地在空中绽放 家家户户亮起了温馨的暖灯 小兰搬出了一个大纸箱 白猫乖巧地雕过她最喜欢的蜡笔 她在纸上画着蓝色的房子 就带着白猫钻进去睡着了 她不知道箱子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动荡 全家福掉在地上支离破碎 却像他们的家一样 小兰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不远处 有照顾孩子的母亲 皱眉吃树叶的幼童 一夜之间 大家仿佛被现在闻名遗弃了 小兰被吵闹生蜥蜴 她弹出身子看过去 是三个小孩 在一艘飞机残骸旁吵闹 枪炮声传来 远处火光冲天 与无害的烟花不同 这是伤害之爆棚的杀伤性武器 孩子们不敢久留 小兰也被吓了一跳 赶紧退回箱子里 颤抖着身体缩成一团 等待战火声结束 箱子却开始晃动 外面刮起沙尘暴 风力太强了 箱子被带飞得很远 终于被栏杆拦住去路 风也停了下来 小兰过去敌好箱子 本该马上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小兰却看向边境那边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哪里是家都无所谓 她没有犹豫地向对面走去 边境栏杆上的铁丝 做了一次没有意义的阻拦 却只是勾坏了小兰的纸箱 她扛着箱子 披星大月的前行 无论多累 她都不把纸箱放下 这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是唯一的家了 累到背都直不起来的时候 小兰会产生幻觉 仿佛父母还在身边 妈妈会伸出手要拥抱她 爸爸会在背后帮她拖一下箱子 当然 无论是她惊喜地抬头伸手 还是回头找爸爸 都是一场空 她只能继续向前走 咬紧牙关 内流满面 突然 好像听到海鸥的声音 小兰抬头看去 终于放下背后的箱子 蓝天中 几只黑白相见的鸟 在自在地凹箱 她的面前 是一片湛蓝清澈的大海 小兰眨眨眼 看着大海柔和的波浪 眉眼间逐渐坚毅起来 她摊开纸箱 开始折叠 白猫乖小地帮助她 把翘起的脚压平 小兰把折好的纸船放入海中 她回头要抱起白猫 猫疑惑地看着她 摇了摇头 小兰有些难过 她眼中泛起泪光 她还是坚定地转身 擦擦眼泪上了纸船 白猫看着小兰飘远 有些焦急地转圈 想冲过去 却又因为怕水 又退缩了 她悲怯地叫了两声 而小兰在大海中 乘着她的纸船 用手拼命地滑着水 她不知道会飘向何方 也不知道能飘多久 但她只是看着前方 不停地滑着 在叙利亚 有超过16600名 无人陪伴的失散儿童 越过边境 这个现在四处断壁残垣 难民流离失所的地方 曾经也是灯红酒绿 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地 那些孩子也曾天真烂漫 他们只能被迫成长 就像小兰一样 明知前途未卜 明知指向易碎 却也只能抛弃生命中 那些纯真美好 一路向前冲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前两天 某国获得第二次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他们看不到有多少人 因为他们流离失所 世道寡住 制造麻烦的人终究会被麻烦反噬 而我们身处和平的国度 伟大的祖国 给我们充足的安全感 并各个替我们负重前行 对于千里之外的那些孩子 更是无法感同身受 只能在这里呼唤一下和平 祈祷他们平安长大 祝福大家平安幸福 我是娇瑶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